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近两个月了 他的妻子刘霞仍然被软禁 不得自由活动 包括支联会成员在内的香港民众 星期天举行了活动 祭奠刘晓波呼吁中国还刘霞自由 另外刘霞9月2号接听朋友的电话 说他的抑郁症非常严重 每天必须服用抗抑郁药物 这是刘霞7月中旬失踪以来 首次接听到外界的电话 那么刘晓波去世之后 外界一直呼吁中国当局 允许刘霞自由出国休养治病 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 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 请他对刘霞目前的处境发表看法 胡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刘霞目前的抑郁症非常严重 每天必须靠药物来缓解症状 但是当局仍然对他进行软禁 这是为什么 因为就是在当局过去的八年 积压刘晓波和对刘霞 因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随即对他的妻子刘霞进行长期的 家庭中的非法聚集 还把刘霞的弟弟作为人质 也判处了11年有期徒刑最后保外就医 这样整个的过程中的话 产生了无数的罪恶和黑幕 那么如果现在放刘霞出来的话 那么小波在被积压过程中的事件 他的过程以及刘霞长期的处于这种非法聚集中的痛苦 还有刘晓的就是在这种命运下的怎么说呢 长期的受的伤害都会广泛的公之于众 而今年的话习近平要召开十九大 他还有11月份的APAC会议 他们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在这些会议之前 被国际社会广泛所知 所以在这期间的话 他们要对刘霞进行持续的封锁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外界呢 现在呼吁中国当局要允许刘霞出国休养治病 那么刘霞本人的意愿是什么 他有没有明确表达过这种意愿呢 胡佳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最近网络上曾经出现过刘霞 关于自己需要闭关需要休养的这个视频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 这个视频是在当局的逼迫下拍摄的 而刘霞和刘辉最真切最自主的意愿 仍然是离开中国到德国和美国去 而且就是说只要是刘霞在中国境内的话 那么他不论是身体本身的 就是生理上的健康 还是心理上的 因为抑郁症带来的这些伤痛 都没有办法就是有这种改善 就更无法痊愈了 他真正的健康只有到自由的地方去实现 好的 我们感谢胡佳先生 从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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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